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8年11月3日 天空有大片晕染的晚霞 我拉着姐姐的手坐在家门口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 好像被一种绝望的气息固定住了 后来过了很多很多年 我都记得这个傍晚 记得姐姐脸上脏乱的泪痕和迷惘的眼神 甚至还记得晚霞的形状 姐姐拉着我的手说 小晴 你别怕 那是我们失去母亲的第一晚 半年前 母亲带着我跟妹妹改嫁给继父 至于亲生父亲 我没有任何印象 只知道是在我两岁多时掉进河里淹死的 我们一家四口从恩师搬迁到襄阳 举目无亲 虽然没了父亲 但母亲在 日子再苦 也算安稳 可是母亲走后 我们真的就无依无靠了 母亲入葬后半个月 有天晚上 继父就跟姐姐说 他要出去打工 连信不上我们在恩师的亲戚 也没办法养我们了 只能把我们送人了 原本也没什么感情 我跟姐姐都没有抗拒 甚至能理解他 姐姐比我大三岁 那年刚满十一岁 他跟继父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 要找一个可以收养我们两个人的家庭 继父说 他尽量去打听 接下来一个月里 继父带我们见了很多队夫妻 但没有人愿意一次收养两个孩子 最后不得已 我只能跟姐姐分开 继父已经没什么耐心了 姐姐只好委屈求全 他说 不在同一个家庭也行 但必须在同一个地方 不能离得太远 大概过了两三天的样子 继父就带着我们去镇上 见了一对年轻夫妻 他们看起来和蔼可亲 女人穿着时髦的风衣 还化着妆 姐姐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 把我护在身后 姐姐不死心 问他们 叔叔阿姨 你们能不能养两个 我们两个可以吃一人份的饭 我可以帮忙干活 不上学也没关系 只要我们不分开就行 年轻夫妻对视了一眼 遗憾地摇了摇头 最终他们在我和姐姐之间选了我 姐姐跟年轻夫妻要了地址 当天我就被年轻夫妻带走了 姐姐哭得满脸都是累 生死历劫 姐姐的哭声也像刻在我的脑海里 很多年都不曾忘记 很快 姐姐也被收养了 幸运的是 我们在同一个镇上 只可惜 现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虽然在一个镇上 但我们很少有机会能见面 有一次 姐姐放学后偷偷来找我 被养父母发现后打了一顿 我以为姐姐不会再来了 但她还是会偶尔偷偷跑来找我 给我带一些她攒的零食和零花钱 一毛两毛的纸票 我怕姐姐被打 让她不要再来找我了 姐姐忽然抱着我哭起来 她说 小青 我们快点长大吧 长大了就能自己做主了 我懵懵懂懂地说 好 快点长大 我的养母虽然不能生育 但她读过书有文化 在小学教书 养父是个电工 收入也不错 他们对我很好 但是姐姐没那么幸运 她的养父母家里有个亲生的男孩子 只不过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 没及时就职 手脚都不灵活 需要人照顾 姐姐放学回来就要照顾弟弟 要等弟弟睡了才能做作业 平时还要做家务 周末还要去养母的工厂帮忙干活 这是姐姐来看我时偷偷告诉我的 不过她笑着说 没关系 能好好长大 不跟我分开就很好了 可是才一年 我的养母因为工作调动 要搬去县城了 那个年月 镇上到县城只有三十公里的路 但是对于九岁的我来说 远得像天边一样 走之前 我求养父母让我见见姐姐 养父骑摩托车送我去姐姐的学校 还帮我把姐姐从教室里叫出来 姐姐一听说我要走 眼圈就红了 然后眼里蓄满了眼泪 不过她很快就镇静下来 她说 镇上到县城不远 放假了 可以去看我 然后养父给了姐姐我们在县城的地址 我坐上摩托车要走了 回头看看姐姐 她穿着一件很旧的 大了一号的紫色的泥子外套 应该是养母的旧衣服 姐姐站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 拼命朝我挥手 摩托车开出去很远 我都能看到她 渐渐变成了一个紫色的影子 到最后消失不见 人生中总有一些场景 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一幕的姐姐对我来说 就是一辈子不会忘掉的记忆点 接下来整整两年 我没有见过姐姐 我很快融入了新的生活 新的环境 认识了新的朋友 日子如流水般过去了 有天夜里 我梦到姐姐掉进池塘里淹死了 我怎么也救不了她 我哭着醒来 养母立刻来安慰我 但是我哭得怎么也停不下来 我说我姐姐死了 她说正好要回一趟镇上 周末带我去找姐姐 我才冷静下来 终于等到周末 养父母骑摩托车带我去姐姐家 到了才知道 姐姐已经离开他们家了 去了外地打工 跟他们也没有联络了 养母问为什么 姐姐的养父冷哼一声说 去年我们才知道 她竟是一千多度了 连人都看不清 言下之意 他们抛弃了姐姐 养母叹了一口气 回去的路上 我听见她说 哎 早知道再苦 也把她一起养了 我哭到失声 不知道该怎么找到姐姐 一想起那个梦 我就掉眼泪 再次有姐姐的消息 是2003年 我已经13岁了 我在县城跟同学逛街的时候 遇见了继父 她在一家餐馆打工 我跟继父打听姐姐的情况 继父说 春节的时候 姐姐回去给母亲上过坟 好像在荆州那边打工 但是姐姐没留电话 我把家里的座机号告诉了继父 告诉她 如果再见到姐姐 一定要把号码给她 继父答应了 然后在2004年春节 我真的接到了姐姐的电话 她说 她每年都会回来给爸妈上坟 说了她在服装店打工 一个月工资500多 好的时候 也能拿到600多 她说 她要存钱 存很多钱 买个房子 因为怕我养父母不高兴 不敢经常打电话来 只一个月最后一天 打一次 所以每个月 我都很期待最后一天 这以后 我跟姐姐再也没有失去联络 她会给我系一些零食 一些漂亮的小裙子 也给我系过一个 很大的狗熊玩偶 流行大头贴的时候 她也给我系过大头贴 2007年夏末 姐姐20岁了 她攒够了一万块钱 想去做一下近视眼的手术 结果千里迢迢跑去广州 一家眼科医院 医生检查完之后 却告诉她 近视度数太高了 做不了 姐姐只能配了一个 高度数的眼镜 做搭巴回去了 2007年春节前 养母跟我说 可以让姐姐来我们家过年 我们可以团聚一下 以后每年都可以来过年 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姐姐 她却拒绝了 我不理解 问她为什么 姐姐沉默了一会儿 跟我说 她长大了 不想再寄人篱下了 不必依靠谁而活着了 2008年 我高考完后 姐姐给我买了 我人生中第一部手机 我们可以经常打电话 发短信了 征得养父母同意后 姐姐带我去了一趟北京旅行 她带我去吃北京烤鸭 去巴达岭爬长城 还去了天安门 看了生棋 我们站在人潮拥挤的后海时 姐姐忽然说 她要结婚了 我呆住了 姐姐结婚那天 我才第一次见到姐夫 是个憨厚老实的人 跟姐姐在荆州认识 但老家在我们县城 距离我家不到20公里 我带养父母一起去参加了 姐姐的婚礼 很普通 但很热闹的婚礼 我躲在厕所 哭到站不稳 我的姐姐 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可是为什么 我那么难过 结婚一个月后 姐姐告诉我 她怀孕了 之后我就去武汉上大学了 一个学期回来一次 等第二年夏天我回来时 姐姐已经生了孩子 我沉浸在自己的生活里 尤其是交了男朋友后 我很少会想到姐姐了 我们的联络一点点少了 2012年 姐姐的孩子上幼儿园之后 她就出去打工了 我才知道 姐夫对她并不好 公婆也不把她当回事 因为没有娘家人 不受重视 出二回娘家 她无处可去 在我大学毕业那年 姐姐离婚了 姐夫在网上跟人聊骚 被姐姐发现 那是姐姐第一次跟我哭诉 她说姐夫从未给她买过一个礼物 但却给网上陌生的女人买口红 公婆让她生二胎 她不愿意 公婆说 娶她真是倒霉 姐姐说着说着说到小时候 她被养父母收养后 过得一点也不好 家里买肉杀鸡 从来轮不到她吃 来大姨妈 养母不给钱买卫生巾 只能垫卫生纸 衣服全都是养母的旧衣服 在他们家几年 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眼睛近视也不给她配眼镜 好几次差点被车撞倒 最后她狠心离开 是因为养父半夜进了她房间 她跑出去告诉养母 养母却说 怪她小小年纪 胸部发育得太好 让男人眼馋这种恶心的话 她不是被抛弃 她是自己偷偷跑的 姐姐说 她刚到服装店上班时 被同事的男朋友抢吻过 有很长一段时间 她想过死 但没等很下心 遇到姐夫之后 她以为遇到了真爱 没想到结果是这样 姐夫在孩子一岁的时候 就被发现过潦草了 但是姐姐为了孩子忍下来 但现在她忍不了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姐姐竟有过如此遭遇 我哭得悄无声息 却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 最后姐姐说 别人说她自私 她也不管了 她把孩子留给姐夫 因为她实在没能力 再管任何人了 我大学毕业后 交了一个男朋友 那时候 姐姐已经定居在武汉 她依然没攒够 买房子的钱 逢年过节会回去看看孩子 平时也会给孩子买东西 即使分开了 也要让孩子感受到母爱 我带男朋友 见的第一个家人是姐姐 决定结婚 也是第一个告诉了姐姐 我们在武汉经常见面 约饭 养父母知道 我跟姐姐来往 也从来没说过什么 我把姐姐的遭遇 说给养母听 她也听得泪如雨下 后悔当年 没把姐姐也一起收养了 养母还跟我说了一件事 其实原本养父母 是选中了姐姐的 但是姐姐不肯 让他们选的我 因为姐姐看中 他们家条件好 人也很好 所以她把这个机会 让给了我 我再一次愣住 眼泪扑素素地直掉 我们终于长大了 可是童年缺失的东西 却永远也补不回来了 2018年 姐姐工厂组织体检 姐姐被查出 宫颈原胃癌 她一直没告诉我 直到要手术 需要家属陪同 不得已 她才告诉我 我检出了结果后 医生说 有可能要摘除子宫 姐姐发了很久的呆 忽然哭出来 她说 她的人生 已经够倒霉的了 为什么老天 还不放过她 为什么偏偏是她 我抱着她 说不出一句话来 最后 姐姐做了追切手术 两个月后 我陪她去复产了 没事 我才放了心 姐姐忽然乐观地说 其实也没什么 总比发展成功 紧癌了才发现好 我没来得及说什么 她又说 其实没什么好怕的 活着也就这样而已 我看看她 心酸地说不出话来 如今 34岁的姐姐还单身着 但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前两年 她也在老家县城 买了房子 她说 她有自己的家了 我31岁 也已经结婚生子了 我跟姐姐都在武汉 经常可以见面 一起吃饭 清明节 我跟姐姐去给爸妈上坟 从前一幕幕在眼前浮现 却遥远地 像上辈子的事了 那个失去母亲的傍晚 也像上辈子的场景了 前段时间 同事在追乔家的儿女 说很好看 我闲着没事也开始追 第一集看到 乔妈妈去世后 我已经气不成声 乔祖旺 再怎么不靠谱 也是亲生的爸爸 他们有遮风挡雨的房子 兄弟姐妹也不曾分离 不过我和乔家弟妹 一样幸运的是 我有一个好姐姐 这辈子 只希望姐姐 好好的 好了 今天的文字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在文末 为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 晚安 好吗 好吗 请不吝点赞看